第二11章,给人看见。无论身材、长相,王涵指对邱宇都没有什么威胁,最多是年轻一点而已,但邱宇也并不老。他27,王涵指22,加之最近借春床灌足了气,邱宇对自己的身体非常自信。 然后是性格方面,邱宇半逆难地说了一句,应该不是个很精明厉害的女子。这样的事,虽然要瞒着,但时间久了,说不定就有泄露的时候,而邱宇是个不善于和人争执的女子,如果张武金找一个太厉害的,他害怕,万一对方把张武金完全控制住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从王涵指的穿着打扮,和张武金告诉他的王涵指的一些细节, 他觉得王涵指有些儿像他,或许以后就算知道了,也能可怜他的痴情和处境,给他一点点空间。 邱宇还发傻气,说只要对方能稍稍容下他,他就什么都不要,张武金的一切,无论多少钱,多少套房子,他都不要,全部给对方,让张武金听了摇头。 张武金昨天没亲王涵指,其实就是想看看邱宇的想法,既然邱宇觉得还行,那么,就是他了。 张武金掏出手机,拨了王涵指的电话,只响了两下,王涵指就接通了,声音比昨天还好听,喂? 张武金轻声一笑,王涵指同学,有空没有?王涵指其实在等着他的电话,但女孩子嘛,当然要矜持一点点,正要拿一下下呢。 结果张武金不等他回答,说道,有空的话,我们一起去探望一下受惊的野猪女士好不好。 王涵指一下就笑喷了,娇称,昨天受惊的是我好不好?原来昨天受惊的是你啊。 张武金笑,那么,王涵指同学,你有空没有,让张武金同学来探望一下受惊的你啊? 王涵指更笑,我现在要上课的,一直要到十一点半呢。 是吗?张武金故意停了一下,你是不是另外有个小名叫秋水啊? 什么呀?王涵指没明白,我才不叫秋水呢,我有小名,不过,不告诉你。 很骄傲,意思是,表现化得好,可以告诉你的。 你不叫秋水啊? 张武金道,那我怎么会有一种,望穿秋水的感觉呢? 王涵指一下明白了,又咯咯地笑,笑音很清脆,张武金忍不住就想,他其实也不错了。 又想,他要是能容下秋雨,那我也会对他好。 有一句话,他其实一直没对秋雨说,他会娶妻,但会离婚,秋雨不总是说自己离过婚配不上他吗? 那他也离一次,也成了二婚头,那大家就都般配了,然后父母也不好再反对了,就可以正正事事地娶秋雨了。 这才是他真正打算。 至于说离婚会伤害另外一个女人。 别扯了,天下这么多离婚的,怎么说? 然而王涵指确实不错,这让他的想法有些改变,只要王涵指能容得下秋雨,那么,他也不会对不起他。 小木匠虽然有些狡猾,有些阴黑,但他到底,不是一个残冷的人,说白了,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王涵指笑了一会儿,道,那我看看,能不能早一点出来? 好,我现在就到巨箱楼去占位子,等你。 王涵指又笑了,道,你没有事做的吗? 这么空,有事做啊。 张武金叫,但是没心思,有个人影子,一直在我眼前晃啊晃的,让我都魂不守舍了。 这样的情话,肉麻着呢,但女孩子最爱听了,王涵指轻轻地笑,我昨夜也想到了你的。 虽然只是这么一句,他还是修道了,急急忙忙挂断电话,哎呀上课了,待会儿跟你说。 张武金收了电话,轻笑摇头,这丫头。 仰头向天,叫,说好了,你要是容得下雨姐,我一定对你好,我会让你在宝马里笑。 既然王涵指暂时出不来,他就回工房里,上次出的点木料,后来给自己做了一张合欢床,又没了。 秋晨小姨妹,你的嫁妆,看来真是个问题了。 说到这里,他自己也笑了半天。 没过一个小时,王涵指又打了电话来,这会儿甜多了,张武金跟他胡砍一阵, 他那张嘴,逗女孩子笑,太容易了,王涵指几乎一直就在笑。 一个上午,王涵指打了三个电话,到十一点,张武金开车过去,到巨箱楼,没等多久,王涵指就来了。 小脸红红的,眼光发亮,还是微微有些羞,却带着更多的期待,道,你真的在这里等了一上午啊? 那当然。张武金抬了抬腿,你没见我腿粗了一圈吗? 站的。王涵指咯咯笑,道,你不会到车里坐一坐呀? 就怕坐车里看不到你啊。王涵指顿时就含情默默了,张武金凑过去,看在我等你这么久的份上,亲一个好不好。 王涵指确实动情了,还是有些羞,小脸红泛红,微意犹豫,那你闭上眼睛。 好。张武金果然闭眼,却又突地睁开,王涵指刚嘟起嘴往他脸上凑呢,他突然一睁眼,可就吓了一跳,压得一声轻叫,急要后退,张武金本就是故意的,哪里肯让他逃掉了? 另一只手圈过去,缓住他腰,一下就稳住了他的唇。王涵指嗯的一声,双手推着他胸,只微微用了一点力,便就由他了。 张武金没有稳多久,唇分,王涵指翘脸红得像楼头挂的那一串红灯笼,眼中含着水气,在张武金胸口轻垂了一下,你坏,给人看见。 看见算什么?你看!张武金手一指,马路对面,一条长凳上,两队恋人在那抱着啃呢,啃老红鼠似的,全然的庞若无人。 王涵指顿时搁的一声就笑了,张武金也笑,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再来。嗯。王涵指贴着他身子撒娇,我们进去。 张武金知道,他还有些羞,把小美人逗得羞羞的,太有趣了,不过过火了就不好。 两人手牵着手进去,张武金今天直接要了三楼的一个包厢,王涵指脸一直红红的,不过没反对。 第212章,电影院里的灰太狼。 到楼上,王涵指道,这边可以看到碎水呢? 借骨就正开了张武金的手。 张武金知道,他是羞,不着急,坐下,王涵指果然就到另一头坐下了,脸红红的看着他。 张武金故意不看他,拿过菜谱,翻了两下,突然就叫,咦,这个是湘西菜吧?怎么这么怪?什么菜怪? 王涵指其实有些失望了,他挣脱,你可以跟上来吗?笨笨的,听到这话,顺口问。 你来看。张武金招手。王涵指借势就过去了,才往菜谱上看呢,张武金手一伸,搂着他腰轻轻一带,王涵指就跌坐在了他腿上。 呀!王涵指轻叫一声,双手推着他胸,干嘛呀? 张武金不应声,只深深地看着他,他眼光像喷火一样,王涵指顿时就受不了了,眼眸羞垂,不过随又抬起来看了他一眼,随即就半闭上了。 这个样子,张武金若还不明白,那就是傻瓜了,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 这一次吻得就久了,王涵指的唇不是很丰厚,但柔柔的,嫩嫩的,尤其是下唇,含在嘴里,慢慢地瞬息,真如瞬着一片百合花瓣。 张武金最感兴趣的是他小舌头,昨天就起了心,今天当然不会放过,肆无忌惮地侵入,王涵指的小舌头还想躲呢?能躲到哪儿去? 没多会,就给张武金的大舌头生情活捉,然后大肆塌乏,恰如一头大老虎,捉住了一只小白兔。 可惜服务员等不得,轻轻敲门了,张武金这才放开王涵指,王涵指已经连脖子跟都有些泛红了,更微微有些喘,小小的红垂张开,沾着口水,有着一种异样的性感,张武金小腹中竟然就热了一下。 大坏蛋!王涵指羞垂他一下,坐到一边,不过没再坐到对面去了。 服务员妹妹进来,把菜谱递给张武金,张武金笑道,我刚刚吃饱了,让这位美女点吧。 王涵指又给他这话修到了,修称他一眼,特别焦,点了几个菜,服务员妹妹出去了,张武金便看着王涵指笑,拍拍退,坐过来。 才不要!王涵指羞笑,马上上菜了。 不是不愿意,只是上菜了,怕羞是吧? 张武金便笑,王涵指含羞,不许笑。 张武金更笑,坏蛋! 王涵指伸手来捶他,张武金抓着他手,微微用力一扯,王涵指顺势就坐到了他腿上,不过王涵指还是伸手拦住了他嘴,别,给人看见。 张武金笑,刚不是都说,要学习雷锋好榜样吗? 王涵指羞笑,才不要。 张武金知道他还是羞,倒也不勉强,笑道,你刚都点的什么菜啊,我发现湘西菜蛮怪的。 怎么怪了?恋爱中的女孩子,敏感着呢,我点的这几个菜,你不喜欢吗? 不是。 张武金摇头,我是说湘西菜怪。 怎么怪了? 王涵指不明白。 在我的印象中,湘西菜应该是以辣为主吧,湖南人都是些辣子。 是辣的呀。 王涵指对看自己点的菜,红椒牛肉,点鱼豆豉,这些都是辣的呀,只输菜没放辣椒。 可刚我吃的那道菜,怎么是甜的呢? 刚你吃的菜? 王涵指还想呢,刚刚没吃什么菜呀,还没等他明白过来,张武金深嘴就到他唇上吻了一下,这道菜,又香又甜。 呀! 王涵指顿时就明白了,轻轻捶他一下,又羞又甜。 这餐饭,自然就吃得很香甜,王涵指一颗心,几乎完全给张武金抓住了。 吃了饭,到碎水边上散了一会儿步,张武金搂着王涵指娇俏的身子,手有时到他的乳球上碰一下,王涵指也最多只是微微闪一下,并不反对,身子却反而靠得他更紧。 然后说到下午还要上课,张武金便故作痛苦难舍的样子,王涵指其实也实在舍不得跟他分开,先说亲自去请假,后来索性就打个电话,让同宿舍的室友帮着请个假。 他答应帮我请假了。 王涵指挂了机,脸有些红,自然是给室友取笑了。 张武金也笑,嘟起嘴,为了你的自由,亲一个庆贺。 搂着他就亲过去,王涵指全然不会拒绝,双手先还只搭在他胸口,然后就勾着了他脖子,伸伸长吻。 纯芬,张武金道,先来的路上,我看到家影院,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 好。 王涵指当然不会拒绝,他这会儿整个人都有些发飘了,一切只以张武金为中心。 两个人到影院,张武金停好车,买了票,自然是情侣包厢,又买了一堆爆米花什么的,进了影院。 电影已经开始,不过这无关紧要,真正定情侣包厢来影院的,就不是看电影的。 王涵指当然也知道,小心脏砰砰跳着,没等坐下就到,你不许毛手毛脚的。 其实女孩子这么说的意思啊,就是说,你可以毛手毛脚的,张武金当然明白,轻轻一笑。 一伸手就把王涵指抱到了腿上。 这样黑暗的环境里,王涵指到底是有些羞怕了,借着荧幕的光,羞羞地看着张武金,双手推着他胸,道,说了,不许毛手毛脚的。 嗯,张武金点头,女朋友的话,我肯定听的。 然后伸手,点头,嗯,手上无毛。 再伸脚,嗯,脚上也无毛。 王涵指给他逗得咯咯笑了,张武金却又摸摸嘴,道,完蛋,嘴上怎么微微有点毛泥。 随即贼笑,不过你只说不许毛手毛脚,可没说不准毛嘴啊,哈哈,毛嘴来了。 他笑得变态,王涵指都给他吓住了,娇笑着躲避,可人在他怀里,就如小白兔到了大灰狼的爪子下,怎么可能逃得掉,很快就给张武金捉住了唇。 他先还有些羞怯,但很快就双手紧紧地勾住了张武金脖子,黑暗的环境会让女孩子害怕,但黑暗的环境却又会让恋爱中的女孩子放开,先前地吻,他一直有些被动,这会儿却也多了些主动。 第213章,表姐是谁? 张武金把舌头伸到他嘴里,他也主动地瞬息起来,不过他的瞬息不像张武金那么吓人,柔柔的,细细的, 像舔一根奶油冰棒呢。 嗯,看来小六金有福了,这是张武金的想法。 张武金动得当然不会只是嘴,感觉到王含芷主动些了,他的手就从他衣服里伸了进去,王含芷到底还是有些羞怯,一个手下来拦着他手,张武金不强攻,手就往后面去。 前面有女孩子的一对宝贝,后面好像没关系,王含芷也就不拦了,却没想到,张武金手在他后背上一路往后, 却把胸罩的扣子给悄悄地解开了,王含芷给他吻得迷糊,竟全然不绝,然后,当张武金的手栽到前面来,稍稍一个快攻,王含芷的手还来不及下来拦,娇如已落到了张武金的魔掌之中。 嗯,王含芷精修着震动了一下,嘴要震开,但给张武金紧紧吸住了,震不开,随后就彻底迷失了。 荧光闪动,王含芷脑袋后仰,小小的红唇大张着,口中发出若有若无的声音, 他一只手勾着张武金脖子,一只手垂下,胸怀大开,白色的针织衫本来在胸前有一粒扣子的,这会儿自然给解开了,里面的衬衫扣子也全给解开了,淡蓝色的胸罩给推了上去,两只胶如整个袒露在空气中。 张武金埋头在他胸前,恰如大灰狼在哼用他的猎物,嘴里大嚼着,手还抓着一只,上面也同样沾了口水,闪烁的荧光下,不断地变换着形状,恰如娇嫩的花朵,在暴风雨中受尽摧残,然而越是如此楚楚生怜,就越让人生出蹂躏他们的冲动。 张武金就是如此,嚼了这只嚼那只,忙个不了。 当张武金终于心满意足的时候,王寒纸已经完全像一汪春水一样,软化在了张武金怀里,直到电影结束,他才勉强回过神来,在张武金怀里又锤又打,满脸娇羞地喜悦,你坏你坏,你就是个大灰狼,真是坏透了。 张武金嘎嘎笑,我给你扣上胸罩的扣子吧。 刚还说大灰狼坏呢,这会儿又乖乖地转身,让张武金帮忙扣上,张武金的手自然不老实,又还到前面握了个满握,王寒纸便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交令,不但不阻止,却反而回过头来锁稳。 出了影院,王寒纸仿佛是给密泡过了,整个人又娇又嗲,树带熊一样地挂在张武金身上,两人又到游乐场玩了一圈,再又一起吃了晚饭。 晚饭和中饭不同,中饭时,王寒纸还有心儿害羞,到晚上,虽然还是羞红着脸,却是只恨不得张武金吃他了,这餐饭,他几乎就是坐在张武金怀里吃完的。 吃完了饭,王寒纸还是恋恋不舍,张武金可以肯定,如果他这会儿带王寒纸去开房,即便王寒纸最初会扭捏一下,但最后一定会答应。 可以说,只要他愿意,今晚上就可以把这个娇娇的小美女吃得干干净净,似乎是快了一点,但对真正看对了眼的男女来说,也算一般。 而且他也知道了,除了他的嘴会红,他长得俊,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美女也爱俊男啊,这让张武金非常得意,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脸蛋也是个大杀器呢。 不过最终张武金还是把王寒纸送了回去,不是下不了口,而是担心秋雨,昨夜之后,秋雨好像想开了许多,但他真要是一夜不归,他一定又会胡思乱想了,还不知缩在哪个床脚里哭呢? 要让秋雨接受并适应,要有一个过程,只能慢慢来,太快了,那个傻女子受不了。 最后分手时,王寒纸含着修说,明天带你见个人。 张武金故作惊讶,明天就见丈母娘了吗? 我还没准备好呢? 才没有。 王寒纸含羞摇头,低声道,我妈还不知道,是我表姐。 表姐啊,那行。 张武金点头,你表姐喜欢什么? 明天我好好贿赂她一下,以后让她帮我说说好话。 王寒纸笑着硬了。 张武金回来,洗澡的时候,就对着镜子照来照去。 老婆,你说我是不是真的长得特帅啊? 秋雨咯咯笑,也在镜子里面看着她,是啊,怎么了,今天王寒纸夸你了。 没错。 张武金点头,她说,我长得好英俊好英俊的呢,第一眼就把她迷住了,说我真人比照片上的还要英俊得多。 说着左照右照,嘴里还嘖嘖连声,古话说潘安之貌,怕也就只是我这样子吧。 秋雨笑得软在她身上,张武金恼了,在她的肥臀上打了一板,唬着脸道,笑什么笑? 老公说错了吗? 没有。 秋雨咯的叫了一声,摇头,潘安怎么能跟我的好老公比? 这还差不多。 张武金威胁成功,嘎嘎笑,看着镜子里的秋雨,雨姐,你是不是也是第一眼就迷上了我? 才没有。 秋雨笑得眼睛眯成了月弯,眼见张武金又一脸威胁,忙道,不过说实话,当时我到你们班上,也觉得你很漂亮,所以。 所以什么?这是小惊喜哦,秋雨身上的每一寸每一缕都给她玩熟了,但心里看来还有小秘密。 所以我让你当了课代表啊。这样啊。张武金一时间可不知是该高兴呢,还是不该高兴,我还以为是我英语口语说得好呢,原来还是我这张脸蛋。 他一脸遗憾,把秋雨笑得肚子疼。张武金突然眼睛一亮,拖起秋雨的下巴,那么秋雨老师,你老实交代,当时有没有对我这个英俊小男生生出幻想? 才没有。秋雨笑,人家才不像你那么流氓呢?好啊,敢说我是流氓,秋副校长,今天你死定了。 秋雨娇笑尖叫,最终落在了张大流氓的手中,就终过程,香艳无比,自然是不必说的。 第二天中午,张武金过去,自然还是巨香楼,这楼古色古香的,有感觉,菜也合口味,离着党校又近,正合适,不必换。 梅子是大金的女儿,大名周小梅,十七岁了,梅考上高中,花钱读得未孝,现在读未孝可不包分配,读完了自己出来混,一般就是在家开诊所。 但城关镇不是农村,一个未孝生开诊所,能有什么病人来? 上次张武金到大金家,大金就在叹气,就让他先出去打工,把学费挣回来,然后找个人家嫁了,他男人若有本事,就帮他开个诊所,否则也没什么办法了,想进医院,哪怕是城关镇的卫生院,都绝无可能。 而现在马明远居然说给两个指标,那可太好了,梅子的事不就解决了? 大姐好呢,大姐吃得苦最多,要是能帮着把梅子的工作给解决了,大姐一定很开心。 不过张武金倒也没有感激涕零的样子,他在外面闯了几年,深深地知道, 卑贱的感激永远不会让人同情,不给你,你跪着扣三千个头也不会给你,给你,那就有给你的理由, 甚至你不想要,塞也要塞到你手里。 所以,张武金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举了举杯子,道,别说,我有个外甥女,还真是学医的, 我姐姐前两天还在电话里跟我抱怨呢,书没读多少,换男朋友倒跟换衣服似的, 这要是有了工作,该能安下心来了。 这是找话说,其实大姐管得严,梅子并没有男朋友,当然也不一定。 严卫红在一边哈哈笑,正是成了医生,那男朋友,患得只怕更勤。 马明远也打哈哈,就这么轻描弹写,说定了,张武金连谢字都没说一声, 而无论是马明远还是严卫红,都觉得理所当然的样子。 张武金是高人,高人收你一点好处,用得着谢你吗? 至于说这样的指标,普通人家哭天喊地,至少要送到十万八万才进得去, 那又是另外一说,谁叫你不是高人来着? 这酒一直喝到两点多,二斤先打了电话来,说卫生证送过来了, 那人跟狗一样,点头哈腰,笑得两片嘴皮子,搭拉到了地下, 还绕着弯子问他们家跟马局长是什么关系呢? 二斤在电话里说得痛快,张武金嗨嗨一笑, 这一次倒是谢了马明远,重得不谢,轻得谢, 这里面是有讲究的,这中间的火候,张武金掌握得非常好, 马明远也就嗨嗨一笑,不当回事,但那神情很未贴, 张武金的做派,看看好。 二斤电话里要张武金去吃晚饭,张武金不想去, 他现在完全无法想象,让秋雨一个人孤零零吃饭的感觉, 只说还有活梅做完,明天中午一定去。 回到宫房,想着颜卫红说还要一张床, 自己也忍不住好笑,真的全做成床了。 出目料,被皇帝内惊,到五点钟的时候, 开了车去接秋雨,正是换上秋装的秋雨, 另有一股韵味,而这些天雨露浇灌, 更让他容光焕发,张武金中途买了一只红玫瑰, 先藏在衣服里,秋雨过来,他突然拿出来, 秋雨果然就惊喜地叫了一声,满脸的娇媚。 张武金去他红唇上吻了一下,两人上车, 张武金笑道,其实我喜欢骑电动车来接你。 为什么呀? 秋雨把花放在鼻子前面,人与花争艳, 她本是个素淡的女子, 但这些日子,给爱情滋润着,心中的喜悦, 不自禁地要挂在脸上,恰如迎着了春风的花, 想不开放都不行,那样你就可以抱着我呀, 你这样的美人,亲亲密密地抱着我,多有面子啊! 那你就骑电动车来接我呀! 秋雨咯咯笑,一脸娇媚。 张武金忍不住了,伸手搂过他,身身长吻, 他外照套裙,那里是白色大领子衬衫, 张武金手俯上去,把扣子解开了两粒, 秋雨感觉到了,忙捉住他手,道,别人看见。 看见就看见,看得到吃不得,羡慕死他们。 张武金牛逼轰轰,秋雨可受不了, 却也不愿拒绝他,就横躺在张武金腿上, 这样身子平握,外面就看不到了, 也就任由张武金解开他衣扣, 把一只风乳掏出来揉搓,真正是百依百顺。 张武金心下欢喜,突然起了个念头,道, 雨姐,帮我吹。 坏蛋,回家好不好? 不好。 张武金大力摇头,又点着嗓子, 小雨点妹妹,六金哥哥想你了吗? 这话一出,秋雨完全抵抗不住, 真的拉开他裤子的拉脸, 小六金腾一下,跳浆出来, 秋雨侧身,趴在他腿上,将小六金吞了进去。 车外行人如知, 车内,曾经幻想了五年的女子, 趴在他腿上,为他红蛇吞吐,讨他的欢心, 这一刻,张武金只想大吼出来。 也幸好老城区人少,且这边是老市围所在, 马路也宽,张武金慢慢地开,倒也没什么事, 只是一措眼间,看到一个女子骑电动车过去, 好像是以前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叫薛青青的, 倒把张武金吓一跳。 还好薛青青没往车里看, 这要是看到了,停下来打招呼, 然后看到车里的秋雨,那秋雨真就要休着了。 其实在张武金阴暗的内心里, 却又有一个念头,到八步的薛青青看到了他, 再又看到了秋雨, 更猜到秋雨在为他做什么, 那该是一种怎样的震惊啊? 那该是多么的爽! 这不是张武金变态, 人活一世, 不就是要在熟人面前炫耀一下吗? 尤其是越得不到的, 自己得到了, 就越想炫耀。 薛青青垃圾了张武金, 车里出了一次, 回到家, 进门就把秋雨按在了门上, 裙子都不脱, 直接把里面的裤袜和小内裤脱下来, 略带些粗暴地进入了他。 秋雨痴痴笑, 到床上去呀, 怎么在这里? 就要在这里。 张武金坚持, 屁股翘起来。 秋雨拗不过他, 只好手扶着门, 把雪玉一样的屁股高高翘起, 裙子高高翻在腰上。 这个样子, 极度性感淫迷, 让小六金仗得急处, 不过在车里帮张武金吹, 秋雨自己也失了。 小六金轻轻松松, 就一滑到底, 秋雨哦的一声, 头便昂了起来。 第214章, 爱情是什么? 王寒芷先说了, 要他表姐下了班才能过来, 所以一直等到12点20左右, 王寒芷才过来, 前面先下来个女孩子, 然后王寒芷下车付钱。 张武金一看那女孩子, 不错, 打扮时尚性感, 也是个美人, 脸一转过来, 咦, 老同学呀, 薛青青, 上次秋雨帮他闹事吹销, 见过一次的, 原来薛青青居然是王寒芷的表姐, 这倒是想不到了。 薛青青, 张武金一时没想那么多, 迎上去叫了一声, 薛青青抬眼看到他, 也一眼认了出来, 小木匠张武金, 你怎么在这里? 小木匠三次出口, 张武金突然醒悟道, 这中间好像有些格爱。 薛青青却明显没注意, 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小木匠你不仗义呀, 还说是老同学, 你跟那么多同学打电话, 为什么不给我打? 先前张武金得到了秋雨, 满世界打电话联系同学, 虽然没给薛青青打, 但薛青青显然也听说了。 我给你打, 不怕你男朋友吃醋啊。 张武金笑了笑, 看王寒纸, 王寒纸这时付完了钱, 过来了, 他显然还没注意, 表姐, 你们认识啊? 是啊, 老同学嘛。 薛青青口快, 我们班上的第一小帅哥, 可惜后来中途读到高二不读了, 居然去做了木匠, 你不知道, 我们班上的女生, 说到小木匠, 那是个个一脸惋惜呢。 薛青青说到这里, 突然醒悟过来, 寒纸, 你说的男朋友, 就是小木匠张武金。 王寒纸微有些羞, 眼睛却眨了两下, 道, 原来他外号叫小木匠啊。 不是外号。 张武金摇头, 他突然就觉得很有趣了, 直接承认, 我就是个木匠, 小木匠, 这一项就在扬州做功夫呢。 听到这话, 王寒纸脸色变化不是很大, 只是有些意外, 但薛青青的脸就变得多了, 他先前一脸热切, 老同学见面吗? 自然很亲切, 但这个老同学, 这个小木匠, 居然想打他表妹的主意,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也眨巴眨巴眼睛, 挽着了王寒纸的手, 道, 想不到你跟我表妹也认识, 倒是巧了, 小木匠, 你说你在扬州做功夫, 在哪里呀? 我怎么不知道? 就在老柯伟那边啊, 你当然没见过我, 我可是见过你好几次, 你是在民政局上班吧, 我好几次撞到你下班呢。 薛青青的变化, 张武金已经看出来, 他这么逮着问的意思, 张武金也非常的清楚, 心里冷笑, 面上不动声色, 一问一答, 有的没的, 全给都出来。 真的吗? 薛青青一脸夸张, 那你怎么不跟我打招呼? 我怎么敢跟你打招呼? 张武金摇头, 你是民政局的大干部, 我只是个到处讨生活的小木匠, 天上地下呀。 什么民政局的大干部, 还不是讨饭一样? 薛青青说得谦虚, 下巴却自然的有些上昂, 看一眼边上的王寒纸, 道, 我这表妹才真正是前途无量呢, 他们开发区现在红火得很, 奖金多, 进步也快, 寒纸, 明年你应该可以提复科了吧? 不知道。 王寒纸声音有些飘忽, 眼神也有些迷惘, 让姑妈帮着你活动活动, 姑妈那手段, 不成问题, 明年铁铁的复科, 要是开发区红火, 两年后你就是正科了, 这么年轻的美女科长啊, 可是要羡慕死人了, 薛轻轻嘖嘖地说着, 似乎是羡慕, 眼睛却看着张武金, 这里面的意思, 张武金再傻也听得出来, 而王寒纸那迷茫的眼神, 他自然也看在了眼中。 有趣, 太有趣了。 张武金心底大笑, 嘴上却故意装出有些畏缩的笑, 原来王寒纸你, 这么厉害啊, 我还以为你在党校学习, 只是个学生妹呢。 他装得很像, 就是那种自觉地位卑微的人, 带着点仰视跟人说话的语气, 这表情, 可以坐影低了, 薛轻轻就觉得他这个表情很不错, 让他满意, 但王寒纸笑得却有些勉强, 轻声应了一句, 不是的。 这一餐饭, 吃得阴阳怪气, 吃完了, 王寒纸又抢着付了钱, 前两天他可只是看着张武金付钱的。 这是可怜我一个小木匠赚钱不易吗? 倒是个善良的小姑娘。 张武金在心底轻轻叹了口气, 这世上有爱情吗? 有的, 但请记住四个字, 门当户对。 出来, 薛轻轻问, 对了小木匠, 不是说你有车吗? 张武金的名字都不叫了, 我哪里会有车呀? 张武金笑, 我姐夫的, 我有时候偷着开出来玩玩, 张武金也扯。 哦, 薛轻轻这一声哦, 意味深长, 而且还看了一眼王寒纸, 转头对张武金, 确实要笑不笑, 那我们先走了, 挡笑那边也不远, 下次有空联系。 说着很有范儿的冲张武金招了招手, 王寒纸没有招手, 只是看了一眼张武金, 也不知是笑了一下, 还是没笑。 他整个人, 就像一只迷失了的小鹿。 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 张武金猛然仰天狂笑, 把眼泪都笑了出来。 天气很好, 天空很远, 冷峻幽深, 像师父一向上的脸。 师父, 你看到了没有? 两个月前的我,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喜欢都市, 我喜欢都市里黑丝包囤的女孩, 可是, 他们不可能瞧得起我, 他们看我, 就是今夜这个样子。 师父, 谢谢你。 回到家, 工房里混一下午, 下班接了秋雨, 秋雨照例不问, 到洗澡的时候, 张武金自己说了, 然后他问秋雨, 雨姐, 我要只是个小木匠, 你还会要我吗? 秋雨轻轻地笑了笑, 轻抚他的脸, 眼中是无限的柔情, 你一直, 就是个小木匠啊。 然后他身子滑了下去, 在小六金的脑袋上吻了一下, 再整个吞了下去。 他现在的技术, 已经非常好了, 让张武金非常的满意, 而今夜, 他的吞吐, 更加带上了一种别样的柔情, 似乎不仅仅是在讨好他, 而且是在抚慰他, 安抚他受伤的心, 恰如母兽, 帮小兽舔着仍在流血的伤口。 我要在你嘴里。 张武金扶着秋雨的头。 第215章, 藕断丝连吗? 嗯。 秋雨用鼻音回应, 然后张武金喷射了, 秋雨深深地吞了下去, 没有一丝露出来。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 秋雨吞过很多次了, 只要张武金想出在他嘴里, 他就一定一丝不露地全吞下去。 但这一次不同, 张武金突然就念头通达了, 他抱秋雨起来, 深情地吻他, 然后让他趴在气垫子上, 在后面进入他。 老婆,老婆, 你才是我的老婆。 秋雨回应他的, 是梦一样的呻吟。 第二天, 罗长望在电话里气急败坏的狂叫, 有个工作什么了不起了, 老王还怪我, 我就说了, 给他两个指标, 他要不要, 我呸, 逼逼什么呀? 老五, 包在姐夫我身上, 再给你找个好的, 气死他们。 然后, 二斤也打了电话来, 却问了, 吴宝, 你既然可以在马局长那里搞到指标, 让他也给你搞个指标吗? 张五金就笑, 我又不是女的, 进医院去当护士啊。 哪里一定要进医院啊, 卫生局不是那么多男的吗? 呵呵, 我喜欢做木匠, 做木匠多自由啊, 而且, 木匠是技术活呢, 比那些只会做办公发症的, 可是强多了。 你怎么这么傻啊? 二斤急了, 有个工作多有面子啊, 你个小木匠, 说出去也不好听, 有什么不好听的? 张五金笑, 自己姐姐, 亲的, 张五金可是不在乎, 二姐, 你不会也看我不起吧, 要不我找个工作, 你嫁给我不, 我抽你信不信? 二斤在那边抱走了, 张五金大笑, 其实李囚金还真问过张五金, 看他想不想当官, 是的, 还不是找工作, 是当官, 并且拍着胸脯跟他说, 一年复科, 三年正科, 五年, 包他做到南岁这种县级式的副市长, 或者至少是一局支掌, 也就是个副处, 真的不是吹牛。 当时张五金心里也还真是跳了一下, 李囚金这话不假, 莫说苏薇了, 就李囚金, 答应的这些, 就完全可以帮他做到, 真的当官吗? 他当时打了个哈哈, 没应, 回来, 其实是在琢磨的。 当天晚上做了个梦, 他居然做了皇帝,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挥一挥手, 人头滚滚, 后来突然天就黑了, 什么也看不到, 前面有一盏灯, 到镜前, 是张虎眼, 张虎眼看他一眼, 说, 跟我来吧, 他真的跟着走, 突然又想了起来, 叫, 还有雨姐, 这么叫了一句, 就醒来了, 秋雨就在他怀里, 暖暖的, 肉肉的, 柔柔的, 一丝不挂地贴着他, 他的心一下就安定了下来, 后来把这个梦说给秋雨听, 秋雨还蛮感动的, 张五金并不知道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不是说, 因为做了这个梦, 就突然醒悟了, 而是一个很现实的原因, 他没有文凭, 指标容易, 都不要理求金, 随便马明远或者颜卫红开巨口, 就塞进去了, 但这文凭有些难, 当然, 要弄假文凭或者边上这班, 边读寒寿什么的, 有的两年, 也到手了, 但他突然就是不想了, 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当官真的有意思吗? 他现在不当官, 多逍遥啊, 而且他也隐约地感觉到, 简兰对他如此亲热, 一则是真正的感激, 另一个, 怕也就因为, 他不是官场中人, 所以他一个电话, 都不要直接开口, 苏薇就能帮李求金, 搞定市委书记的宝座, 如果是他自己, 一回两回容易, 求得三回五回, 他成什么了? 邪恩图报吗? 简兰会怎么看他? 那些求着苏家简家的人, 少吗? 他们看了多少? 又会怎么看他? 吴宝大人, 其实骨子里是有些傲气的, 所以一下就想通了, 吴宝大人我不当官, 你们当官的, 还得来求我。 现在为了一个王寒指, 重新又去官场中混, 他有这个分量, 让他改变吗? 到下午, 二斤又打电话来, 要他去吃饭, 张五斤其实想陪邱宇, 不过二斤这边不解释明白了, 党的关怀, 那可是无处不在啊, 只好去了, 然后一句话, 指标容易, 我没文凭, 高中文凭都没有, 一个初中生, 也让马局长为难事不。 二斤一下, 就给他气死了, 狠狠地掐了他两下, 你当时怎么就不读了, 鬼掐倒你, 你当时怎么就不读了? 这事好像就这么过去了, 然而过了几天, 张五斤正逍遥逃逃呢, 王寒指突然给他打电话, 声音还是柔柔的, 只是微有些疏远, 就好像两个人爬山, 一个到了前面, 然后远远地喊一声, 喂, 快来啊, 你怎么那么慢啊? 就那种感觉, 这种疏离感, 张五斤当然听得出来, 应了一声, 你好, 张五斤, 王寒指直接叫了他名字, 那天在影院里吻他, 他后来叫哥了的, 你有空没有, 到南岁来一趟好不好? 到南岁去做什么呢? 张五斤心中有点怪怪的, 也没问, 直接就应下来, 好啊, 我空着呢, 待会动身, 下午到, 中午接秋雨吃饭, 把王寒指又打了电话, 然后要他去南岁的是说了, 道, 你说他什么意思, 是不是迷上我了, 这几天神魂颠倒啊? 说着, 还臭美的, 翻了秋雨小包里的镜子出来照, 秋雨给他笑坏了, 点头, 有可能哦, 张五斤终于没撑住, 也笑起来, 那你说, 我去还是不去? 他没说什么事, 张五斤又臭美, 他就算想跟我亲嘴, 嘴上也不会说啊, 秋雨并不知道, 他吻过了王寒指, 甚至胸前高地都攻击了, 只以为他真是臭美, 又笑, 那你就去啊, 看能不能唠到一个美人香吻, 美人香吻啊, 张五斤笑着, 便去亲秋雨, 秋雨咯咯笑, 当然不会躲, 嘟起嘴跟他亲了一下, 张五斤便赞, 香, 真香, 秃地叫, 哎呀, 怎么有油, 秋雨正吃着饭呢, 当然有油, 可就笑坏了, 笑得张五斤上火, 拉了秋雨回家, 直接脱光了, 扔到床上, 饱餐一顿, 然后爬起来, 好了, 我去会小美人, 余姐大美人, 你自己开你的宝马去上班, 我就不送了, 第216章, 帮我懒活, 秋雨给他弄软了, 只痴痴笑, 都下不了床, 爽啊, 一路开着车, 风呜呜地刮进来, 张五斤觉得心里非常的舒爽, 仿佛不是车在开, 而是他在遇风飞行一般, 因此想到王寒纸, 就觉得蛮有趣的, 他找我做什么呢, 难道真的给我迷住了, 忘不了我, 反复琢磨着, 越来越觉得有趣, 在试快与爱情之间, 那个百合一样的小美人, 到底选那边呢? 或许他还是看不起我, 但迷恋我这天下第一美男子, 想要玩到手再说, 这么臭美着, 自己也有些想吐了, 王寒纸可不是玛丽丽, 扬州到南岁, 走高速, 也就是二十多分钟的事情, 下了高速, 张五斤就给王寒纸打电话, 我到了, 你在哪里? 开发区? 这么快啊? 王寒纸接了电话, 不是, 你到四中来, 我开了我姐夫的车, 张五斤应了他前面那句, 四中, 好, 四中和三中, 一南一北, 其实也不远, 南岁也就是这么大嘛, 张五斤开车过去, 远远地看到王寒纸站在学校门口, 黑色带条纹的羊毛衫, 下身是一条铅笔裤, 清爽自然, 让人眼睛一亮, 隔几天不见, 这丫头好像还漂亮了几分, 不过车开过去, 到近前, 可以看出王寒纸的神色不太自然, 细看的话, 好像还有心而憔悴, 真的是忘不了我吗? 张五斤心下, 可就暗暗得意了, 哎, 小木匠的黑暗心里啊, 张五斤心中得意, 面上却不显出来, 反而装出有心而自残的样子, 下了车, 打了声招呼, 王寒纸, 你好, 你好, 王寒纸脸有些红, 看了他一眼, 眼神中有些别样的意味, 张五斤一时还形容不出来, 但总觉得就是一点忧怨的味道了, 我明明是看好你的, 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是这样的, 王寒纸眼眸微微垂下来, 道, 我爸爸是寺中的校长, 寺中要修复一批课桌椅, 量比较大, 所以我就想到了你, 不知你愿不愿意接这个活, 居然是帮他懒活, 张五斤看着王寒纸的脸, 心下转开了念头, 是忘不了我, 找这么个借口, 还是真的关心我?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 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下来, 挺有趣的不是, 那太好了呀, 可谢谢你了, 不客气, 他一口答应, 王寒纸好像也微微虚了一口气的样子, 笑了一下, 你忙得过来不? 忙得过来的, 那边已经收尾了, 那好, 王寒纸点头, 我带你去见爸爸, 对了, 我说你是我表姐的男朋友, 那个, 你不生气吧? 他这话里的意思, 张五斤自然是明白的, 修复课桌椅, 很容易, 量大的话, 很来钱的, 这样的活, 不是随便一个人就懒得到的, 不过王寒纸找这个借口帮他, 里面有没有另外的意思呢? 他心里到底想的什么? 居然还撒谎说, 他是薛青青的男朋友, 薛青青听到, 该跳起来了吧? 张五斤觉得越来越有趣了, 连连点头, 怎么会生气, 只是太谢谢你了? 很热情, 但是, 很疏远, 再不是先前约会时的样子, 而就是有心而感激, 又有心而自愧的模样。 真是演得好, 他自己都佩服, 心下则在暗笑, 我只是个小木匠, 可是不敢追你的, 但你要是忘不了我, 那你就自己来追我罗, 未来的小美女科长, 来到追一个小木匠, 这个设定, 有趣啊? 不客气。 王寒纸笑了一下, 那你跟我去去见我爸爸吧, 当面跟他说一下。 王寒纸的爸爸王亚图, 是个四十多近五十的中年人, 单单瘦瘦, 嫁妇眼镜, 两鬓微有些白, 看人的眼神很平和, 没有那种官僚气, 倒是带着一种学者的味道。 听说张武金是薛青青的男朋友, 他也没有起疑, 薛青青怎么会找一个小木匠做男朋友? 直接就带张武金到杂坊里看了, 可能以前是一排老教室, 堆满了废旧的客桌椅。 王亚图也没跟张武金多说, 直接给了个价, 每修复一套, 就给五十块钱。 这个价相当不错了, 有些客桌椅, 看上去却搁不少腿的, 其实修起来非常容易。 如果张武金以木匠的职业眼光去算, 一个月修复板八十套, 一句话的是, 放在两个月前, 真是一桩抢都抢不来的好活。 今天的张武金, 其实不太想做这种活了, 或者说, 今天的他, 除了春床, 任何木工活他都不想做, 但这是一个游戏啊, 王含指这小美人到底怎么想, 他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想想就让人期待啊, 那当然要接下来, 还很感激地要请王亚图吃饭, 他是故意装出不敢请王含指的样子。 王亚图拒绝了, 只是把钥匙给了张武金, 要他尽快动工, 王含指当然也就跟着他爸爸走了。 有意思, 看着王含指轻轻扭动的小翘臀, 张武金嘴角含笑, 把钥匙抛了抛, 先回扬州来, 晚间接了秋雨下班, 说了王含指叫他去的意思, 道, 老婆你说, 他是不是给我迷住了, 忘不了我, 所以找这么个借口。 秋雨咯咯笑, 可能是哦, 摸他的脸, 我老公好英俊的, 真是迷死人了。 张武金虎其脸, 真的假的, 若敢虚言欺振, 那便是欺君之罪, 当斩于床上。 秋雨便一脸害怕的样子, 奴家不敢, 却又痴痴笑。 哼哼, 谅你也不敢。 张武金其实知道, 秋雨对他是真心迷醉, 不说他确实长得俊, 哪怕他就是堆豆腐渣。 以秋雨今天对他的爱, 那也是黄金豆腐渣, 怎么看怎么漂亮的。 你说,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张武金又不敢确定。 我也不知道。 秋雨摇头, 想了想, 也许, 他其实并不是个太试快的女孩子吧, 可能只是他表姐试快, 那天以后, 是你没再给他打电话了, 要是你主动打, 他说不定还是会跟你约会的。 第217章, 穿帮。 有这样的事, 张武金皱眉, 想到那天王寒指迷茫的眼神, 他冷笑了一下, 随即打秋雨屁股, 不管了, 说了不许你掺和的。 秋雨便嘟嘴, 又是你自己说给我听的。 大胆, 还敢心生怨念吗? 秋雨装出害怕的样子, 雷霆雨露, 都是君恩, 奴家不敢有怨念。 那还差不多。 张武金满意地点头, 不过秋雨实在忍不住笑, 他就怒了, 屁股翘起来。 张武金在这边玩闺房中好玩的游戏, 并不知道, 王寒指那边, 有了意外的变数。 下午的时候, 王雅图到家, 王寒指还没回来, 指他妻子薛苑先到家煮好了饭, 两口子闲聊。 王雅图就说了一句, 轻轻找了个男朋友, 你见了没有, 要不要请他回来吃个饭? 轻轻的男朋友? 女人都是八卦的, 薛苑一听就叫了起来, 我不知道啊, 你看见了呀, 这死丫头, 换男朋友跟换衣服一样, 这个怎么样? 还可以。 王雅图从报纸上抬起头来, 推了一下眼镜, 是个木匠, 中午小指带他来的, 我把修复桌椅的活给他了, 长得还行, 没眼干净, 没什么脾气。 木匠? 薛苑惊讶地叫。 是啊? 怎么了? 王雅图是那种比较典型的知识分子, 淤知而有雅致, 人如其名, 工作中也很有一套, 倒是世俗中的一些东西, 是个人都明白的, 他反而不明白。 啊, 没什么? 多年的夫妻, 薛苑太了解他了, 要是说看不起小木匠, 王雅图说不定会放下报纸, 跟他理论一场, 最气人的是, 他本来是不关心的, 真要跟他争上一场, 他说不定反而会站到薛青青一边, 所以直接就撇开了。 找了个借口, 薛苑到外面打了薛青青电话, 青青你新找的男朋友是木匠啊, 你是要把你妈气死是不是? 张武金是个小木匠, 王涵指跟个小木匠, 谈了两天恋爱的事, 薛青青是没跟薛苑说的, 一听这话, 大事意外, 叫, 我这一向没男朋友, 好男人都死绝了, 什么木匠, 我不知道啊, 哪个在传谣? 你还瞒我? 薛苑气得叫, 直直带过来的, 到你姑父学校里懒活, 你姑父都看见了, 直直带过去的, 到姑父的学校里懒活, 木匠, 薛青青心眼通透, 一下就猜到了, 尖叫, 是直直, 现在不忙我了吧, 薛苑不明白, 还咬牙, 哎呀, 姑妈你不明白, 这是出大麻烦了, 薛青青气急败坏, 电话里说不明白, 我马上过来, 对了, 这是, 你先别跟直直说, 为什么不跟直直说啊? 薛苑炉火纯青的八卦修养, 还是感觉出了不对, 你们姐妹, 到底在弄什么鬼? 我回来跟你说, 反正你先不说就是了, 扬州到南岁, 七点都有车, 薛青青赶晚搬车, 急匆匆杀过来, 薛苑果然没提, 王寒纸也不知道, 吃了饭, 陪着王雅图散不去了, 这是他们一家多年的习惯, 不过薛苑心下有事, 找了个借口没去, 薛青青进屋, 薛苑给他热了饭菜, 你先吃饭, 边吃边说, 倒看你们搞什么鬼, 姑父跟直直出去散步了是吧? 薛青青先确定了一下, 然后说出真相, 那个小木匠是叫张武金是不是? 不是我的男朋友, 是直直找的男朋友? 什么? 薛苑精的差点把饭碗尸首打在地上, 倒听薛青青说完, 他几乎已经要拍桌子了, 这个死丫头, 这个死丫头, 居然跟个木匠谈恋爱, 他是要活活气死我是不是? 那个张武金, 就是个死骗子, 在学校里就是, 一根舌头, 打得狗死, 特别会哄人, 而且迈向也好, 直直可能是给他哄住了, 不过当时我给他们拆开了的, 呸, 直直是什么人? 他一个小木匠,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薛青青狠狠地呸了一口, 又道, 后来我跟直直一起睡, 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第二天我还请了假, 专门守了一天, 要是那小木匠, 还敢没脸没皮地给直直打电话, 我就要当面羞死他, 不过后来他也识相, 没再找直直了呀, 没想到, 直直居然把他勾到男岁来了, 这个死丫头, 他还骗你姑父说是你男朋友, 薛苑急得直抓胸口, 这个小祖宗, 怎么得了啊? 又抓着薛青青的手低声问, 你说, 直直的身子, 有没有给他那个小木匠骗了去? 想到一个木匠, 趴在女儿白嫩的身子上, 他几乎想死的心都有了, 应该没有。 薛青青想了想, 摇头, 还好我问德琴, 我经常问直直有没有男朋友, 有了一定带我看看, 应该是还没得手。 那就好, 那就好。 薛苑想了想, 女儿这些日子, 好像也没什么异常, 长嘘了口气, 牙关就咬紧了, 这个小祖宗, 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 薛青青皱着眉头, 想了想, 摇头, 直指杏子跟姑父来的, 特别倔, 他竟然把小木匠招到难岁来, 就说明于情未断。 就是啊, 薛苑脸色都变了, 我急得就是这个, 这万一, 要是一个没看住, 怎么得了啊? 这小祖宗打小又倔的死, 不声不响的, 他就能给你把天戳下来, 怎么办啊? 薛苑一直是最有主意的, 但牵涉到自己唯一的宝贝女儿, 整个人都乱了, 不能从直指身上下手。 薛青青摇头, 这种事我有经验, 你越反对, 他越上进。 那你说怎么办? 薛苑完全没了主意, 抓着薛青青的手, 就像溺水的人, 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从小木匠那边下手。 好。 薛苑一握拳头, 我马上给龙宝打电话, 让他叫几个人, 把那小木匠死揍一顿, 打断他两条腿, 看他还敢留在南岁部。 这不行。 看他摸手机, 薛青青忙扯住他, 小木匠挨了打, 直直肯定会知道的, 我倒是有个主意。 你说。 第218章, 薛青青的局。 后天不就是大龙哥结婚吗? 他要婚车接亲是吧? 小木匠有车, 偷偷开他姐夫的。 我去跟小木匠说, 后天也请他开车去接亲, 把车开过来, 然后等接了亲后, 我再安排辆车, 跟他的车撞一下, 然后就揪着他, 要他赔。 女人果然都是阴谋家, 说到这个计策, 薛青青眼里几乎放出光来, 不管赔不赔, 先揍一顿, 那谁也说不了什么, 然后再狠狠地炸他, 最好是当着直指的面, 搞得他狼狈不堪, 狠狠地丢了脸, 我再在边上冷嘲热讽修修他, 男人没了脸面, 以后任他在花言巧语, 也骗不了直指了。 你这个主意好, 这个主意好。 薛愿抓着他手连拍, 一次就把他踩尾了, 他自然就再不来找直指了, 而且还没话说。 而薛青青, 则完全陷入了阴谋的氛围中, 眼光越来越亮, 姑妈, 咱们先还演场戏, 直指不是骗你们说, 小木匠是我男朋友吗? 那我就去找小木匠, 跟他说好合着演戏, 让他来家里吃饭。 见薛愿连有疑问, 他解释, 这有两个好处, 一, 好说服他出车, 直指肯定不好说, 也不会说, 我也不好说, 不合情理啊, 但你开个口, 那就可以了。 薛愿一想, 嗯, 有道理, 我是大龙的姑妈, 帮他找个车, 理所当然。 二, 叫他到家里吃饭, 也是对直指的一个警告, 让直指知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小木匠的存在了, 免得他撒个谎, 又偷偷出去跟小木匠约会, 一个不好, 那就完蛋了。 哎呀清清, 还是你想得周到啊。 薛清清这第二点, 尤其说到了薛愿心里去, 那姑妈, 你可不能眼砸了。 薛清清说着笑了起来, 直指以为你不知道, 你就装不知道, 小木匠也会这么想, 你也就装, 待会等直指回来, 他见了我, 一定怕我说穿, 要偷偷跟我攻守同盟的, 我就装着帮他演戏, 一起瞒着你, 哈, 这是个连环套, 太有趣了。 薛愿想想也有趣, 打了薛清清一板, 你以前就是这么哄你妈跟我的吧, 死丫头, 果然是个鬼脑子。 薛清清就笑得像只得意的狐狸, 正如他猜测的, 王寒指陪着王雅图散步回来, 一看到薛清清, 顿时吓坏了, 看了看妈妈的脸色, 还好薛愿给反复叮嘱了, 倒也没露出什么破绽, 然后王寒指就偷偷扯了薛清清到房里, 果然求他定力攻守同盟。 薛清清暗暗得意, 在王寒指付出了无数丧权辱国的条约后, 装作很勉强地答应了他, 然后就要求明天一起去找张武金, 后天才双休, 不过他来了近, 请假。 张武金在酣畅地哼受了秋雨美妙的身体后, 一夜高卧, 第二天一早过来, 反正说好晚上回家的, 进校园, 正是做起了木工活, 话说两个多月来, 还指这一次最正式呢。 中午的时候, 王寒指跟薛清清结伴而来, 张武金就等着王寒指露面, 倒看这小美人是个什么心思, 结果薛清清这程咬金横里杀出来, 可就让他傻了眼。 这八婆还阴魂不散了是吧, 到难岁也能跟着来。 张武金暗暗咬牙, 不过这样也好, 他本就是个玩的心, 多一个捣乱的, 更好玩不是。 但结果出乎他意料之外, 薛清清居然说是来帮王寒指圆晃的。 小木匠, 你以后就是我男朋友了, 可不能对人家使乱中气。 他还放点, 张武金差点吐出来, 不过要看他到底玩什么把戏, 便就忍着。 如果说对王寒指, 他还有一点幻想的话, 薛清清他算是彻底认清了, 这是个绝对势快之极的女孩子, 她是绝对不会安什么好心的, 但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呢? 难道是王寒指求了他? 张武金搞不清楚, 且就看着, 只黑黑笑, 有时候装憨是绝杀呀。 然后薛清清就说了, 要他装成他男朋友, 中午一起到王寒指家吃饭, 因为他懒活, 跟他姑父是说了的, 而既然是他男朋友, 他姑父姑妈, 当然要招待他一次。 这也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 王寒指也给骗过了, 虽然心里像小鹿跳, 但不能反对, 张武金偷偷看一眼王寒指, 恰好看到王寒指有些慌乱, 又有些羞怯的眼神, 倒是心中一热, 也只好点头答应。 而薛清清冷眼旁观, 把他跟王寒指对视的情形, 都看在眼里, 心中冷笑,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小木匠, 看姑奶奶怎么收拾你。 于是, 张武金洗了手, 跟着一起去, 见着了王寒指父母, 王雅图老样子, 平和中加了几分热情, 薛院看了张武金, 心里几乎就是揣着一把刀, 不过给薛清清狠狠使了几个眼色, 便也扮出了笑脸。 这一餐饭, 王雅图是局外人, 他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薛清清孤指两个, 是不局的, 就如躲在林子里的猎人, 冷眼旁观。 而张武金呢, 他本心是抱着看戏的心来的, 结果自己成了演戏的人。 至于王寒指, 比他更惨, 王寒指可以说是真正的局中人, 被大环小环一环一环地套在了里面。 中间薛院就一记说起, 借张武金车子做婚车的事, 张武金当然必须得答应, 而正说着, 新郎官郭大龙却来了。 郭大龙二十五六岁年纪, 长得倒是一表人才, 高高大大, 不过形象却不太好, 一脸的焦头烂额。 居然要十二辆车, 说是什么, 一二是要爱的谐音, 这也算了, 却必得要四辆宝马, 四辆奔驰, 四辆奥迪, 你说, 这叫什么个事? 感情是为婚车心急上火呢? 有车就行了吗? 薛院也有些不理解, 十二辆车, 谐音没错, 为什么一定要宝马, 张武金, 你的车是什么, 东风雪铁龙, 也可以吗? 不是的。 郭大龙把脑袋摇得像一个波浪鼓, 他跟我说, 什么不求我骑白马, 至少让他坐一回宝马, 不求我向奔驰, 至少让他看一眼奔驰。 他没说完, 薛青青倒是笑了起来, 这个有理, 你家叶子, 和我的胃口, 我以后也得这么要求。 新娘叫田叶, 自然早跟薛青青认识了。 第219章, 婚车。 郭大龙对他翻白眼, 什么有理, 还不就是眼红杜鹃那个骚货, 杜鹃也是明天结婚, 说是三辆宝马, 三辆奔驰, 三辆奥迪, 他就要美众加一辆, 可让我到哪里找去。 小小难岁, 宝马奔驰不是没有, 但说一家伙借出七八辆来, 确实不容易。 张武金当然只在一边看戏, 绝不察言, 不过郭大龙人不错, 给他发了烟, 还是说好了, 他的车要, 先背着, 万一实在不行了, 就还是这些车去, 凑足12辆就够了。 新人坐的车是宝马, 或许能让田叶松口, 张武金当然也应下了。 薛院后来还说要张武金晚上也来吃饭, 甚至说就在家里吃就行了, 张武金拒绝了, 只说扬州那边还有一点尾巴没收工, 每天白天这边坐, 晚上那边坐一下收尾, 薛院倒也没有怀疑。 第二天一早, 张武金就把车子开了过来, 薛青青领他到郭家, 薛院王寒芷当然一到去了, 他们也是要吃酒的。 郭大龙发了烟, 让张武金先到屋里休息, 薛青青几个扯了王寒芷跟一帮子女客聊天, 张武金就在一边看麻将, 将近九点, 呼听的砰的一声, 一看, 原来是郭大龙发脾气, 把杯子砸了, 口中还在狂叫, 老子这婚不结了。 摔门进了屋, 任人怎么叫, 也不开门了。 一问, 是田野那边堵了气, 十二辆婚车, 四宝马四奔驰四奥迪, 一辆不能少, 少一辆, 接亲的车就不要去, 而郭大龙根本没有那个, 可能找到十二辆这样的车, 他灶火也上来了, 摔了杯子, 不完了。 薛青青薛愿本来是不好了计, 薛青青都找好了人, 只等着张武金接了亲回来, 逗了份子吃了酒, 然后去学校的路上, 撞他一下, 人也有, 揍一顿, 再狠狠地炸他一下, 一次就把他搞怕了, 再不敢来难岁, 没想到中途这么个变故, 到底郭大龙是, 他们表亲, 也帮着着急起来, 可也没什么办法。 薛愿倒是问薛青青, 青青你在扬州上班的, 那边好车多, 想得出办法不? 我能想得出什么办法? 薛青青摇头, 要有开宝马的追我, 我早嫁了。 秃弟眼睛一亮, 问张武金道, 小木匠, 你姐夫既然有车, 认识的车友应该多吧, 能想得出办法不? 他一直叫小木匠的, 绝不松口。 张武金本来绝不想搭这个茶, 但他对薛青青的变化心中警惕, 薛青青明明是急事快的人, 是绝不愿意他跟王含指谈恋爱的, 可为什么要帮着王含指撒谎来骗王含指的父母呢? 难道真是念着同学关系, 照顾他生意? 不像啊。 薛青青到底怎么想, 张武金猜不到, 他只是猜想, 薛青青可能是想出他的丑, 不是帮他忙, 而就是要让他做苦力, 然后扯了王含指来看, 看看女公务员跟木匠的差别, 让王含指死心, 最后甚至有可能直接在王含指父母面前捅穿, 出他一把丑。 张武金大致是这么猜, 这回听到这话, 心中陡然就是一动, 想出我的丑, 嘿嘿, 让你见识见识小木匠的能量。 便就一口硬着, 找几台车, 不难吧, 不就是几辆宝马奔驰吗? 他这口张得大, 薛苑都还愣了一下, 薛青青可就差点笑出来了, 心下暗叫, 小木匠啊小木匠, 我还没动手呢, 你自己送脸上来抽了。 盯着张武金眼睛, 装出一脸惊喜的叫, 小木匠, 你说真的假的, 你真的能弄来四台宝马, 四台奔驰, 四台奥迪。 他叫声大, 这下不仅是薛苑, 就是郭家其他客人, 也都把眼光转了过来, 唯有王含指, 他虽然也看着张武金, 眼光中却微含着担忧。 宝马奔驰, 不是一般人能开的, 而这样的一些人, 都极不好打交道, 一辆两辆也许容易, 一家伙想要借出七八辆来, 那真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张武金倒留意到了他的眼光, 心下一动, 想, 他好像是在为我担心, 这丫头, 心还是善的。 心下一热, 打个哈哈, 小菜一叠, 问大龙哥, 要不要吧? 要, 我现在打电话, 十一点之前, 车队准时到, 来得及吧。 他应得这么大声, 薛青青反倒有些怀疑了, 道, 小木匠, 张武金, 我跟你确认一下, 四台宝马, 四台奔驰, 四台奥迪, 你确定能叫过来? 我确定, 要。 门打开了, 郭大龙虽然睡在里面, 自然不可能睡得着的, 外面声音一静, 他也听到了, 这下急打开门冲了出来, 一把握住了张武金的手, 连声道, 张哥, 这车子就拜托你了。 嘿, 哥也叫上了, 男人果然都是女人逼出来的。 那好, 张武金点点头, 拿出手机, 眼角余光留意到王寒指的目光, 看了他一眼, 意思是你放心, 王寒指确实是在替他担心, 看到他的目光, 脸上微微一红, 眼睛便垂了下去。 张武金这一眼虽快, 薛青青是有心人, 却又看在了眼里, 只在心里冷哼, 小木匠, 你就吹, 叫不来车, 看过奶奶今天休不死你。 张武金拨了颜卫红的手机, 颜哥, 拜托见事, 我一个老表今天结婚, 要十二台接车, 要求是奔驰宝马什么的, 你给我想想办法, 帮我老表撑个场面。 颜卫红在那边一听, 直跳起来, 撑场面是吧, 包在我身上, 几点, 十一点之前, 现在八点五时, 十点五时之前准到。 张武金转头便跟郭大龙点头, 十一点之前车队能到, 你放心好了。 他真的打了电话, 而且真的是这么说的, 薛青青薛愿几个, 听得清清楚楚, 可就都有些发愣, 薛苑给薛青青打个眼色, 巧问他, 他姐夫做什么的? 小木匠四个姐姐, 有一个好像是在扬州, 是做什么来着, 对了, 好像在红星大市场卖豆腐, 一个卖豆腐的。 薛苑大事疑惑, 能认识这么多宝马奔驰车主, 而且那也是他姐夫啊, 怎么可能? 第二百二十章, 豪华车队, 不知道, 薛青青说实话也迷惑着呢, 不过随即就冷笑了, 我盯着他, 他要是吹了牛, 然后待会想溜, 我就叫起来, 都不要另外叫人了, 就叫大龙几个, 把他揍一顿, 打了都白打。 不过大龙的事, 薛苑到底是做姑妈的, 倒有些担心, 那没办法。 薛青青摇头, 其实也没事, 到十二点, 车队开过去就行了, 还真怕田野不上车呀。 倒也是。 薛苑一想有礼, 也就点头了, 斜眼就等着看张武金的笑话。 张武金自以为长得俊, 他也确实长得俊, 可在薛苑眼里, 他就是堆狗屎, 怎么看怎么碍眼。 十点多一点点, 包括郭大龙在内, 所有人全都下了楼, 都眼巴巴看着, 也有看张武金的, 这里面薛青青尤其盯得紧, 张武金要是敢溜, 嘿嘿, 他是绝不会客气的, 老同学, 打的就是老同学, 你还丢了我面子不是, 女人的理由正如女人的乳沟, 急一急总是会有的。 十点四时, 忍耐不住远到街口望风的一个小青年, 猛地尖叫起来, 来了, 来了, 大龙哥。 小青年年纪其实不小, 二十多了, 怪爹娘没浇足肥, 瘦得跟个排骨精似的, 这会儿却又化身成了琵琶精, 也没跑多远, 手指着身后, 张大嘴, 却居然说不出话来, 一片的喘, 那眼睛大瞪着, 也不知是见了鬼, 还是看到了神仙, 总之意义不明, 又仿佛有随时晕过去的趋势。 还好, 车来得快, 不要他说, 街口献出车影, 然后所有人全傻了。 那哪是车子啊, 简直就是一辆火车皮, 一般的小车, 两辆也没有他一辆那么长。 劳斯莱斯家常版, 银色魅影。 郭大龙却是个识货的, 然而他的声音, 却像做梦一样, 他显然无论如何, 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要知道, 他算半个车迷, 可他活了26岁, 除了在电影上, 从来没有真的看到过这种车。 至于其他人, 则完全都傻菜了。 真正认识劳斯莱斯的不多, 可就是再没见识的人, 就算用脚后跟响也知道, 这个车, 不寻常, 骑马他长啊, 是不是? 浓缩的都是精华, 家常的, 他都豪华啊。 这里面薛青青, 却又是个识货的, 不是吹, 他按理真做个白马王子, 开劳斯莱斯来取他的好梦, 他当然会打扮得像个公主, 可惜, 骑白色电动车的有, 开劳斯莱斯的, 没有。 现在他却看到了, 这怎么可能? 小木匠能叫来劳斯莱斯房车? 他有种心匆匆出门抢劫, 却当街给个叫花子, 打了一闷棍的感觉。 劳斯莱斯房车开了过来, 后面, 是一六烟的豪车。 宝石杰, 法拉利, 兰博基尼, 凯迪拉克。 郭大龙这车迷, 还真不是吹的, 一六车过来, 他全都认识, 声音却越来越有做梦的感觉。 这些车, 他虽然都认识车标, 却也只认识车标而已, 他们, 从来也没在他的生活中出现过。 平时耳熟能详的宝马奔驰, 在这车队里, 倒好像显得极为寒酸了, 而且也不止十二辆, 前面房车那庞大的身体 已经开过来了, 街尾却还堵着, 也不知有多少辆。 直到车队停下, 颜卫红从中间一辆大奔钟出来, 冲张五金叫, 老弟, 哥哥我来了, 你老表是哪个, 这车队还满一步? 实在不行, 我给你叫直升机来。 直升机? 薛青青觉得自己的腿软了一下, 该死的, 下身好像潮湿了, 如果他的婚礼能有直升机来接, 那一夜, 他一定能把床单湿透掉。 是我, 是我。 给颜卫红一叫, 郭大龙这才醒过神来, 连忙迎上去发烟, 一脸的笑, 太满意了, 太满意了, 大哥怎么称呼, 太谢谢你了呀。 张五金过去, 笑着拍拍郭大龙的肩, 这就是我老表, 郭大龙, 这是颜哥, 你叫颜哥就行了。 对。 颜卫红也在郭大龙肩头拍了一下, 五金老弟的老表, 那就是我老表, 急了点, 车有些杂, 不过通阳州的好车, 差不多是全给我搜罗来了, 一共二十四辆, 我知道, 现在年轻人的潮流, 要爱吗? 照我说, 要爱算什么? 我们要往死里爱, 二十四, 二十四, 爱死, 行不行? 太好了。 郭大龙牙根都要笑出来了, 鞭炮响, 车队出发, 新郎官自然坐房车了, 张五金也上了颜卫红的车, 把新娘子接了过来, 看了一眼, 也就跟薛青青差不多, 还不如王涵纸呢, 不过在普通的女孩子, 结婚也可以高要求一点, 这没错。 然后开席, 吃喜酒, 这些就不必戏说了, 颜卫红带着车队回去, 张五金也就回去了, 不可能喝了喜酒, 还装模作样去拉锯子啊。 薛青青却一把扯住了她, 道, 那领头的叫什么名字? 我好像有些眼熟。 青青草啊。 青青草是薛青青的外号, 张五金一直没叫, 这回装作有些醉, 叫出来了, 却打个宝格, 草青青。 女孩子是喜欢花的, 别人叫她青青草, 薛青青其实不高兴, 顿时就鼓掩了, 不过她一路叫张五金小木匠, 这时也不好生的气, 道, 到底叫什么? 快说。 她呀。 张五金摸了摸脑袋, 奇怪, 我明明记得的, 怎么突然就忘了, 好像是姓杨。 你不是叫颜哥的吗? 薛青青一脸疑惑。 姓颜做什么呀? 张五金往车上钻, 一脸笑, 必须得姓杨, 否则怎么吃草呢? 青青草, 你说, 是不是? 说到最后, 她冲边上的王寒芝眨了一下眼睛, 发动车子, 梳一下开了出去。 小木匠, 我要杀了你。 薛青青知道上了当, 气得插腰尖叫, 王寒芝却是满眼的笑意, 脸上甚至微微地带着了点红韵。 这才是她呀, 幽默, 自信, 风趣, 坏。 张五金猜得没错, 王寒芝确实一直忘不了张五金, 她实在太坏了, 她实在太有趣了, 这些日子, 任何时候, 只要闭上眼睛, 眼前就一定会浮现她坏坏的笑容。